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玩玩闹闹嘻嘻哈哈 对未来充满无限幻想 我将来要成为乔布斯 成为马云 我要和我爱的人去环游世界 这个阶段对未来是充满美好幻想的 天有极高 任凭双手可攀道 还有几身无法淹没这孤岛 这很正常没毛病 然而时过近前斗转心仪 我们毕业进入社会了 将迎来第二个阶段 痛苦思辨 这个阶段一般是二十几岁 这时候的我们突然进入社会 家里不能提供保护 自我能力有限 直面血淋淋的社会彻底慌了 发现生活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曾经的梦想动摇了 思想也被磨平棱角 还有什么梦想啊 先学会努力活着吧 这一阶段是人生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阶段 戏转情说在百元之恋那一期系统里讲过 人的经历对成长的重要性 这一刻还得就是重提 我们进入社会之后 无论是家里安排也好 还是自己能力也罢 会找到一个或者几个工作 这些工作可以糊口 可以活着 但并不是我真正想做的 并不能实现我的人生梦想 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会觉得很无趣 每天两点一线枯燥乏味 静下来的时候会思考我到底想要什么 这就是这阶段的关键点 痛苦思辨 在这个时间点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经历挫折 经历打击 被老板劈头盖脸一顿骂 被女友给踹了 发现同学发展的都比我好 发现我可能这一辈子混到老 发现自己出去玩掏钱费劲 挫折打击来的越早 人就觉醒的越早 经过痛苦的思辨之后 我觉得我要改变现状了 这就会进入到成长的第三个阶段 但是大多数人都被保护的好好的 没有经历挫折和打击 他们会停留在这一阶段很长时间 一直持续枯燥无聊的生活 然后有些人受不了这种单调的生活了 也会进入第三阶段 我觉得痛苦的经历对人的成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大家一定不要躲避这种经历 而且带着痛苦进入第三阶段冲劲十足 最终所有人都会进入第三阶段 崛起还是趴着 根据踢车牛的统计 这一阶段一般发生在30岁左右 这一阶段分为两种状态 3A状态趴着 这种人往往是在二阶段中没有经历打击的人 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已经沉沦在单调的生活中无法自拔 也有可能是经历的打击太大 没有信心重新出发 这种人应该就是咱们上一节课讲的社会底层 底层的痛病他们都有 他们的生活状态就是在哪跌倒就在哪睡着 单调的生活虽然无聊 但是他们认了 或许生活就是这样吧 平平淡淡才是真 偶尔也会想起曾经的梦想 脸上露出示然的微笑 那时候不是小吗 现实的生活哪有机会追求梦想 这种状态其实没毛病 但是一定要摆正自己的心态 这个世界不欠你的 你的生活完全是自己的选择 跟时代 跟环境 跟宇宙没有任何关系 我见过最多的人就是自己选择趴着 选择了懒惰 逃避 等待 还总觉得自己怀才不欲 瞧不起这个 瞧不起那个 总觉得社会是扭曲的 看不上我的女人都是拜金女 不是社会有问题啊 是你的三观有问题 三观不正 人生无望啊 既然你选择了安逸的生活 就不要有梦想了好吧 没有能力的你只会非常痛苦 其实这个阶段的人是非常矛盾的 明明能力无比弱小 却有着天大的梦想 而且沉浸在梦想中无法自拔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一个底层臭屌丝 身边突然出现了梦寐以求的白富美大美女 就想跟着你过日子 咱们不吹牛逼的话 底层屌丝如果敢带走大美女 我脑瓜子就地下让你们当球体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 底层往往代表的就是没有自信 没有金钱 这么漂亮的女神你有能力驾驭吗 出门购物不得花钱吗 面对这么好的女人你不自卑吗 所以底层屌丝的幻想就是这么荒诞 迫不及待的想要拥有 却没有能力抓住任何东西 底层的共同点是什么 身为底层把大量的精力用在互相瞧不起 互相谩骂上 他们的关注点不是提升自己 而是在谩骂中寻找存在感 很可笑吧 但事实就是这样 这种人很多很多 非常多 很恐怖 大家记住一点 说服别人是不可能的 就像你不会被别人说服一样 最好的做法是用自己的成绩狠狠的抽对方的脸 好了 踏着的状态介绍完毕 现在进入今天的重点阶段 3B状态崛起 上一类人告诉自己 不行 我就这样吧 我认了 但是有一种人不认呢 他们受够了别人的白眼 受够了平庸的生活 他们意识到我活着一辈子 不是为了简简单单的活着 他们想要体验缤纷多彩的生活 于是支持而后有 放手一搏 这个时候就是爆发了 开启了成长之路 咱们纵观人类文明史 无论是往前推五千年 还是往后推五千年 永远有人趴着 也永远有人崛起 这个似乎跟时代的关系不大 要说的话 咱们所处的时代应该是最好 最公平的时代 崛起之路 我给他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 潜龙游泳 第二 泳则变 第三 变则通 第四 通则广 咱们先说潜龙游泳 大家扪心自问 自己是不是一个有勇气对抗生活的人 别吹牛逼 其实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勇气 因为大多数人都是看不起自己的 我坚信每个人都曾经想要改变现在的生活 幻想做什么之后取得多大的成就 但是有勇气跨出第一步的 少之又少 这个第一步就砍掉了百分之八十的人 第二步 泳则变 不是说有勇气 冲出人群就一定会走向成功 这里面的困境很多很多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同样是做小姐 有的人一个月赚两万三万 有的人能赚十几万 这里面的重点就是要懂得变通 变一次两次可能没什么用 一定要有百折不恼的决心 这件事一百次失败了 但我第一百零一次还要挑战 这样反复的吸取失败经验之后才会有所收获 没办法 有些人就是没有退路的 退回去就是一辈子趴着 所以他们只能不断的拼搏 这个过程又砍掉了百分之十的人 进入第三个阶段是变得通 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之后 终于取得了一点小成绩 人生的感悟多了很多 明白了一个道理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付出才有回报 不再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得到 而是问自己到底付出了什么 我的生活需要用我的双手去打拼 不再幻想平白无故的收获 能够拥有这个感悟 基本上人生就不会太歪了 会达到一马平穿的状态 再往上走就看自己有多大的野心了 第四步 通则广 做到这一步已经是人生赢家了 今天不去讨论 咱们回看绝起之路的四个步骤 最难的是哪一点 踢车牛根据我的亲身经历 最难的就是第一步 浅龙游泳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龙 都是金子 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被埋没了一辈子呢 因为金子要发光是需要不停的打磨的 他需要不停的拥有勇 变变变 通通通 最后才能达到发光的样子 所以是金子就会发光 这句话在我这就是狗屎 所有人都是金子 但是他想发光是一定要经历中间的成长过程 不可能一下就跨了过来 所有人都是龙 但是你没有勇气你就狗屁都不是 这句话大家能不能听明白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幻想自己有多牛逼 但是现实生活中却像个傻逼 每个人都想要突破生活的枷锁 但他需要巨大的勇气 梁静蓉的勇气我们都听过 但是不曾拥有 我们无论有多么美好的想法 最终都会被自己的理智压制下来 可以称之为理智 也可以称之为梅志气 其实要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真的很难 这里面有自己的懒惰 父母的阻碍 别人鄙视的眼光 对自己能力的怀疑 一旦失败了怎么办 种种想法都会把你禁锢住 把你死死的按到板凳上 告诉你现在挺好的 别折腾了 但是你要相信我 所有人都会面对这些问题 但是有的人就走出来了 他们到底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我不知道 最起码他们的残生不会有那么多遗憾 这就是人与人的区别 退一万步讲 他勇敢之后真的失败了 一败涂地了 又能怎么样 最后的结果不就是跟你一样吗 在生活中学会了趴着 大家觉得我口中的底层和高层跟金钱有关系吗 人的层次划分我今天说的够不够明白 崛起阶段的人对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是不是属于高层 只要我们心中有梦想 而且肯为他努力 不管你的年纪有多大 你都是一个追梦人 你都属于脱离了底层的高层 就怕你年纪轻轻就放弃这些梦想 有很多人听不懂我说的是什么 因为他们处在轻松生活的阶段 有很多人想要反击我 想要证明我是错的 因为他们处于趴着的阶段 他们已经投降了 看到别人追梦 真的闹心 有很多产生共鸣和懂我的人 他们处于痛苦思辨或崛起阶段 大家的种种表现都很正常 但是一定要记住 最后走出来的人永远都是那些勤奋执着 懂得提升自己的人 提升自己 提升自己 这个词我跟大家说了一万遍了 大家一定要体会里面的东西 我不知道我跟大家讲的是不是成功学 但这就是我几十年的人生经历 踢车牛失败过无数次 在痛苦中思变了很多年 我的胆子比你们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小 我的自卑比你们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大 但是我要感谢那些痛苦的日子 他让我能够坦荡的面对自己 他让我明白我拥有什么 我想要的是什么 我应该付出什么样的努力 才能享用胜利的果实 其实踢车牛自认是一个最平庸最平庸的底层屌丝 没有任何值得吹嘘的地方 但是我的三观正啊 即使我的出身是最底层 我也可以不停的冲冲冲 我对世界的认知就是三观正了 人生不败 所以我看到的任何问题都是三观问题 我觉得只要修正别人的三观 世界就会一片美好 平起来其实挺傻的 但这就是我看到的光明未来 未来的世界必然是充满正能量 充满阳光的世界 我可以点燃我自己 为了光明而努力 你们也可以 所有人都可以 我心中的未来是一个人人如龙的未来 人与人之间只有鼓励 没有伤害 所有人都是激情四射 自信满满的胸怀大志 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工作不再应付了事 不再为了今天去做肮脏事 不再为了自己的虚荣心去做无意义的事 这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 我做在简陋的工作室 却发着这么大的红天大志 这一天可能很遥远 但是我坚信他一定会到来 下节课我将阐述 如何开启人人如龙的时代 人是如何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慢慢走向成功的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打个赏吧